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30分钟 此前外界有人估计 习近平可能会接这个场合就改革开放40周年 发表重要的讲话 然而习近平似乎格外的低调 整个仪式仅仅就说了一句话 我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便了结了 昨天这个仪式有一个应该出现却没能出现的人 他就是中共澳门工委书记中联办主任郑晓松 港珠澳大桥横跨林丁阳 东街香港西街广东珠海和澳门 总长约55公里 建设时间长达9年多 耗资上千亿 无疑是一项里程碑事的超大型工程 它的开通受到了世界的注目 一向爱出风头的习近平当然不会缺席这个开通仪式 同样作为中央驻澳门的中联办主任 作为中共派驻澳门的最高官员 毫无疑问 郑晓松也应该出席这个仪式 然而他竟然在三天前的20日晚间跳楼自杀了 这座港珠澳大桥横跨的林丁阳 也就是当年门天祥曾经路过的地方 门天祥在这里写下了 惶恐滩头说惶恐林丁阳里探林丁的诗句 不知道决定自杀前的郑晓松是什么心情 是否也有林丁之探 可惜郑晓松没有机会踏上港珠澳大桥 却提前上了奈何桥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在郑晓松死亡后仅仅十几个小时 就迅速对外公布 郑晓松因患抑郁症 在澳门住所坠楼身亡 此时澳门警方针对郑晓松死亡意识 还正在调查之中 而且郑晓松在澳门的住所坠楼身亡后 据官方的报道 受中央领导同志委托 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港澳办负责同志 21日专程前往澳门去慰问郑晓松同志亲属 这一件事情也有点不同寻常 一般来说 坠楼身亡应该是指不甚失足而坠楼身亡 但是中共的官员 却故意把跳楼自杀 说成是坠楼身亡 这种表达方式显然具有鲜明的中共特色 也就是说 在澳门警方调查之前 中共当局就已经定性 郑晓松的死 第一属于自杀 坠楼身亡 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 第二 自杀的原因是抑郁症 事后 22日 就在中共当局宣布结论的一天之后 澳门司法警察局才公布了调查结果 郑晓松死因 无可疑 没有任何刑事成分 也就是说 澳门警方确认 郑晓松的死属于自杀 但自杀的原因并没有确认 或许是为了替中共当局缓甲 香港的明报 10月22日报道 香港中联办的官员透露 郑晓松之前已经接受过治疗一段时间 在半年前 抑郁症的情况还很严重 郑晓松身份特殊 突然坠亡 自然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郑晓松的坠亡 发生在港珠澳大桥开通前夕 也就是习近平来到珠海的前夕 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 身为中共驻澳门的最高官员 郑晓松突然坠楼身亡 不能不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 而中共官方的抑郁症的说辞 遭到了普遍的质疑 最近这些年来 不少的中共官员自杀 官方公布的原因 几乎都是患抑郁症 这已经成了中共官场的职业病 和标准的了结方式 但是像郑晓松这样 身份特殊的官员 在没有经过正式的调查之前 便匆忙的做出结论 这样草率和武断 不仅不能服众 反而会让外界产生更多的联想 根据中联办网站的介绍 郑晓松本月以来 最少出席了10项公开活动 事发前神色轻松 完全没有任何异样表现 公开报道称 郑晓松在坠楼身亡的前一天 即10月19日 还在澳门办公室内 会见了澳门民联智库负责人一行 再早一天10月18日 郑晓松出席了澳门人邪之友联谊会 庆祝国庆第十周年会庆活动 从这个工作形成安排可以看出 纵然郑晓松存在某些健康问题 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影响工作的程度 官员患上抑郁症 自然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有专家表示 官员的压力首要来源是工作 例如单位管理严格 上下级关系不合 平级调动 同事之间竞争 以及晋升管道不通畅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 作为新上任的中联办的一把手 郑晓松基本上都不存在 除非他是和最高层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总之郑晓松突然跳楼身亡 显然另有原因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 郑晓松被自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郑晓松死亡的地点是中联办人员的宿舍 保安严密 从郑晓松死后 中共当局派员前去慰问可知 他应该有家属和他住在一起 另一据报道 澳门消防当局晚间七点钟 接到报案电话说 有人从高层坠亡 也就是说 郑晓松是在晚间七点钟 正是晚饭前后的时间 坠楼身亡的 从郑晓松死亡的时间和地点 以及死后受到的待遇来分析 自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可以推断 郑晓松是突然遇到了某些重大的变故 而选择跳楼自杀 估计郑晓松自杀的原因 他的亲属应该知晓 中央领导委托组织部和国务院 港澳办负责人迅速前往澳门慰问 恐怕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稳住郑晓松的亲属 以免出现什么意外事件 假如再有高官的家眷出现在海外指责中共 那确实会是中共的大麻烦 发生如此重大的变故 中共驻澳门的其他工作人员估计也都会人心惶惶 中央派出的大员大概也有对这些人进行安抚的意思 根据网上的资料 郑晓松祖籍河北出生于北京 长期在中共的外交系统任职 曾经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江恩柱的秘书 香港会议歌后 江恩柱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和中联办主任 郑晓松也随江恩柱在香港任职 大约是在江恩柱进入了人大富贤之后 郑晓松才转任财政部 并于2013年成为财政部部长助理 2013年后 郑晓松的仕途突然出现转机 他先后出任福建省副省长 福建省委秘书长 中联部副部长 2017年9月空降澳门出任中联办主任 晋升正部级 并在19大上成为新科的中央委员 驻澳门的中联办主任是一个比较显赫的职务 而且属于官场上的肥缺 没有特殊的背景 恐怕很难获得这个位置 从他个人晋升的情况可以发现 在18大以后 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郑晓松明显进入了官场的快车道 开始官运航通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大清楚 郑晓松背后的恩主是谁 但是郑晓松一定属于当今最高层 可以信任的人 此前 郑晓松的职务多是一些副职 甚至是高级幕僚一类的职务 出任澳门中联办主任 是郑晓松第一次独党一面 令人非常困惑的是 原本应该春风得意的郑晓松 刚刚上任一年多 为何就突然坠楼身亡了呢 抑郁症的说法自然无法令人信服 但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21日报道称 消息人士透露 郑晓松近日被中纪委官员问话 这可能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 但是即使真的如此 这也只是表面的原因 近人皆知 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 在中共的官场上 不贪腐的官员几乎不存在 假如某人被整肃 不管表面的罪名是什么 背后一定是政治原因 原因权力的争斗 权力争斗为何落在了郑晓松的头上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对于郑晓松来说 假如他真的受到中纪委的调查 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贪腐 而是他政治上可能失去了 最高层的信任和庇护 否则刚刚上任一年多 他会有多大的问题呢 况且澳门最近 又没有发生任何需要 郑晓松承担责任的重大事件 近年来 中共官员的自杀 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此前 我曾经在美国之音的一个节目中 谈过这个问题 官员自杀原因非常复杂 每一个具体的案例 都有一些特殊的背景和原因 不能一概而论 从整体上看 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 畏罪自杀 对前途彻底绝望 不愿意成为阶下丘 选择一死 一了百了 这类人 假如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 当局一般会低调处理 第二类 唯利自杀 是唯利仕途 属于主动牺牲 自杀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或者为了保护上司 最终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 这类人 这类人当局基本上会给予一个体面的处理 指定得了抑郁症 第三 为民自杀 捍卫自己的名誉 愤而自杀 这是对当局选择性之法 或者政治清洗的一种反抗 对于这类人 当局恐怕都会非常的愤怒 当然 这种分类还非常的粗略 特别涉及到高层的政治权力斗争 情况肯定会更加复杂 从眼下的情况看 郑晓松死后 中共当局几乎在第一时刻就给出了结论 确认郑晓松死于抑郁症 类似于基劳成疾 因公死亡 这应该说明 中共当局还是比较认可郑晓松的选择 很可能郑晓松的死 避免了更大的冲突 为党的利益做出了牺牲 当然迅速给出抑郁症的结论 不排除 中共最高当局 他背后或许还有其他的考量 至少是想尽快了结这件事情 避免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从媒体的报道看 习近平在22日下午 到达了珠海恒秦新区的高新技术片区 考察了粤澳合作的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那么习近平最迟 也是在22日上午就到达了珠海市 至少要先召见一下地方的官员 然后才会外出视察 假如郑晓松没有自杀的话 这一天他应该到珠海接驾见驾 郑晓松选择在习近平到达珠海之前 突然自杀 可以推断这一天郑晓松一定意识到 他的命运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导致他命运发生转变的原因 显然和他在澳门的日常工作不会有关系 和贪腐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很可能是他卷入了高层的某些纷争 比如他得到通知不允许接驾见驾 也不允许他出席大桥的开通仪式 假如出现这样的情况 郑晓松一定会感到遭受了当头一棒 或许郑晓松怕见习近平 或许习近平也怕见到郑晓松 无论如何 郑晓松的死背景绝对不会是自杀 被自杀这么简单 从历史上看 中共干部大规模的自杀 开始于延安掌风 经过三反运动 文革发展到了高潮 习近平时期再次出现了新的高潮 进入中共 特别是进入中共的官场 就等于进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牢笼 选择自杀实际上是无路可逃的结果 中共需要的是逆来顺受的干部 用刘少奇的说法 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 对于中共的党魁来说 政治清洗 这不仅是为了清除异己 更重要的是警示和训化全体党员 越是缺乏微信和能力的领导人 自然就越依赖政治清洗 最终这种政治清洗 会毒化统治集团内部的空气 使得自杀成为一种标准的选择 现在中共当局面临的国内国际矛盾 都非常尖锐 相信最高层一定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在压力之下 中共高层内部的矛盾 有可能会激化 派系力量会重新分化和组合 可以想象 像郑嫂松这样 具有比较显赫之物的正部级官员 在19大之后被整肃 这背后不会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 很可能涉及到了习近平亲信集团内部的利益纷争 从郑小松在官场升迁的轨迹可以看出 虽然他本人未必是习近平的嫡系人马 但是郑小松背后一定用习近平的某个亲信做后台 否则郑小松不大可能出任澳门中联办主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 不管郑小松是自杀也好 被自杀也好 郑小松作为和习近平的亲信有密切联系的人 从他的死 我们可以从中推断 这或许意味着习近平的亲信集团已经开始分裂 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习近平的亲信集团的内斗就要变得白热化了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